Hello,大家好,我是顾中一 这两天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坠序》 强烈推荐 我觉得拍的比较精良,也很讨喜 但是上线的第一天,我就意犹未尽把它全都看完了 当然看的是当天上线的那8集 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弹幕里打一下你的评价 那么跟别的人也分享一下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反对看这部剧,那你也可以说一下理由 反正看看大家的反馈吧 那剧中有一个桥段是反派想要诬陷这个主角还有私生子 于是就找了一个孩子,和这个主角进行了滴血验亲 就找一个盆里边灌上水,然后每人滴一滴血液看看他能不能相容 这个主角他当时因为是穿越过去的 所以他就识破了反派的计谋 他发现这个反派往里加了冥凡 这样可以促进血液的相容 于是主角就端了一盆温水 让这个反派和自己也同时进行滴血验亲 就会发现他俩的血液也相容了 那由此说明这个方法不靠谱 那今天呢 我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 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有关滴血认亲的这个话题 答案是的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中呢 主要成分呢 其实还是水分 那这就好像你把一个墨水 凉滴墨水滴到水里一样 它很快会散开 所以我们的血液呢 它也会散开 那效果看上去就好像是相容了 那如果再细究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中它的像红细胞啊什么的 它只有细胞膜 那当它投放到水当中的时候 这个水的渗透压是非常低的 所以红细胞就会吸水 那这样细胞膜它就破裂了 这样看上去也是溶解的一个效果 所以随便找两根的血液 用这种方法都可以发现血液相容了 那么冥凡有什么用呢 这是因为冥凡呢 它其实主要是一些硫酸根离子的复炎 就可能有硫酸铝啊硫酸钾啊等等 那这些成分呢 它在现实当中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止血的作用 比如伤口溜血了 加上它之后 我们的血液中的蛋白质可以沉淀 纤维蛋白源 它可以凝结等等 那这时候如果有大量的水的话 那剩下的成分自然就更容易相容了 所以看上去也是一个加速相容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反过来 因为滴血燕钦在古代 它其实也是一个官方所认可的鉴定方式 有一些人他就想作弊 这样让那个逃避刑罚嘛 那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器皿上擦一点药剂 让这个血液更不容易孕开 但是呢归根结底啊 为什么古人他会采用这种不靠谱的方法 这种不靠谱的方法 为什么在过去这么多年还会流传下来 我觉得首先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就是滴血燕钦 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上面说的这种和血法的这种 那还有一种叫做滴谷法 这种呢大概是三国时期 就是比如有的人可以把血液滴在骨头上 看看血液能不能渗进去 如果能渗进去的话呢 说明这个流血的人和死者他是亲戚 大家都听说过大宋提行官对吧 就是这个宋慈 他当年就把这个滴谷法列入了喜冤极录当中 就是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指导实践的法则 之所以会流行下来呢 原因呢在当时人们是孝道以及如数比较盛行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低谷盐钦呢 它是因为有些人比如出海了 回来的时候发现一船上有很多的尸体 那这时候呢这个因为腐烂尸体已经难以辨认了 至今还想去收敛自己家人的尸骨的时候呢 就得通过割破自己的手臂来辨认 那类似还有一个孝道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他亲人死在山上了 那儿子就连续数年都去山上找这个尸骨 把自己的手臂割得伤痕累累的 那所以这种方法呢 很有可能是迎合了当时的这个价值观 人们有这种需求 哪怕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也就认了 刚才说这个低谷法 其实现代医学呢我们已经发现了 这个骨的表面它其实有一层非常坚固的结底组织 我们把它叫骨膜 如果骨膜破损了 那不管什么血它都其实伸得进去了 那如果骨膜完好的话 那就算是亲人的血液它也伸不进去 但是古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骨膜的概念 而且我估计呢最开始就是有的人发现了 这个有的骨头它的血液伸得进去 有的时候伸不进去 他又不知道骨膜的概念 他们呢也不知道背后的原理 科观条件上缺乏足够的样本 或者说否定这种方法的动机 再加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从朴素的情感上 认为血液中呢 肯定有一种和亲情有关的能量 是所谓身体伐父受制父母嘛 那所以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刑部官员还在书中表示 认为和血法它可能有用 甚至夫妻和血法会更为鼎验 理由就是其有生之前相感以气 你看用这个气字 凭想象我们就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 古人他也就这么热渴 但现如今呢 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这种 那么模糊的意象来解释各种概念 或者解释各种现象 我们还是应该有条件的去通过更高质量的证据 通过一些观察 通过重复的实验 来判断那些方法到底有没有效 那再一个呢 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声音 它属于伪科学 就是它可能 其实不科学 但把自己吹得好像很科学 就像有关血型和溶血 因为有的人肯定听说过 比如ABO溶血之类的这种词 那它这个背后呢 其实我们所说的血型 很多时候大家最为熟悉的那套系统是ABO血型 它是通过我们红细胞膜上的一些特征性的物质来进行分类的 那确实当有特定的一些血型的血液 大量的对在一起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溶血的现象 它再往其深究的话 就是红细胞上有特定的抗原和抗体相遇了 但是啊 刚才说的这种ABO血型的这种分类 它实际上分型过少 就在多数情况下 你靠它来进行亲子鉴定 其实是很不准确的 那相比之下 比这更先进一点的呢 还有一个是通过白细胞考源 叫做HLA型别分类 那它的这个基础分型就有148种 基于它来鉴定性的关系就会准确一些 当然了 现在其实我们连那个做核酸都这么便宜了 其实像DNA检验的方法 它也还是很常见的 而且非常的准确 所以你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 其实现在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靠谱的解决方案了 他们没有必要再去采用那种图方法 包括大家呢 其实也应当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我们不仅仅是自己本人具备相应的知识 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更主要的是有庞大的这个非常先进的社会 有很多技术人员啊 有很多的服务机构啊 也可以协同你去让你过上很高质量的生活 只要你自己与时俱进啊 多采用科学的方法 其实你的生活质量就会高很多 肯定比穿越到某一个古时候的这个坠序里的男主角要幸福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一介三连病转发 我是艺养师顾中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